那麼之前共機批評擾臺 臺灣的戰力到底能不能夠抵禦中國的侵略 臺灣潛艦國造日前動工 美國副筆市雜誌則刊登了一篇文章 大讚臺灣的潛艦 一名美國的軍事記者引述了專家的說法 認為光靠臺灣潛艦國造 預計打造的這八艘潛艦 就能將一支中國的入侵潛艦給摧毀 另外好消息是 我們明年初還可以取得數位聲納 十一月潛艦國造動工了 不過什麼時候能取得戰鬥系統整合 和數位聲納系統 這兩項國內沒有研製能力的紅驅裝備呢 中科院表示明年一月有很大的機會 能取得紅驅裝備 軍事專家也樂觀看待 因為從AIT處長麗英傑出席潛艦國造動工典禮 就看得出端倪 最起碼在政策上不反對 至於幾年前來相較已經有很大的不同 美國副筆市雜誌刊文 美國軍事記者Devi X引述軍事專家的說法 認為臺灣單靠預計建造的八艘潛艦 就能摧毀一支中國的入侵艦隊 國內軍事專家也認為 這個評估並不誇張 光是我們艦龍機潛艦 一次滿載十二十八枚魚雷或是潛射的反艦飛彈 它的射程在三十八到五十公里 八艘就將近一百六十幾枚 那一百六十幾枚就算是扣掉沒有命中的 那個數量也足以殲滅一個艦隊 專家也認為潛艦可以部署在臺灣以東的西太平洋 等伏擊區 因為那個附近有黑潮經過 所以底部的水流速度快 因此後進去的人後進去的潛艦 他必須加大馬力 那這時候已經在伏擊區的潛艦 就可以很容易的探測到 這個想要往伏擊區靠近的敵人潛艦 潛艦國造原型艦預計二零二五年交艦給海軍軍事實在 如果順利完工部署 臺灣戰力將會大躍進 華視新聞程序 陳之雪 潘建仁 台北報導